小廠的第一段呢,稱為十二職場 如果你參考前面216頁那個消化系統的那個概括的話 十二職場會從那個櫃這邊接下來 然後會有點到一個像C一樣 然後這一段呢,像這個地方有一個關卡 那所以櫃過來之後,接小廠的第一段是二職場 然後這個C的這一段呢,大概是十二根職場 然後定起來的長度,那一般來講大概二十幾公分 所以就什麼叫十二職場 好,然後這一段呢,還可以清楚看得到它在哪裡 之後啊,小廠繞到那個位的下方 然後這個地方是椅這樣 椅的話剛好是夾在那個位跟長的之間 然後橫向的 那所以小廠往下之後啊,大概就很難去追這個管子 到底怎麼繞了 那大致上呢,我們把它扔成兩段 一段叫做空廠 然後另外一段叫做回廠 這兩段的路線其實都很迂迴 那彎來彎去的其實也無從掌握上到底在哪裡 比如說,你可能你早餐,不 晚上睡覺的時候呢,整個身體是平躺的 那這時候呢,小廠就,就是在摸一個位置 等到你起床之後身體開始活動了 其實小廠也會多多小少,有一點摸影這樣子 好,那你運動的時候 如果這個腸道裡面還有食物的話 那也會因為那樣的內臟的這種活動 然後轉彎動去 那只是說這兩段 回齁,其實比較能夠看得出它那個管線齁 就是玩來玩去,那通其實這一段也是玩來玩去 只是它是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是通呢? 然後在結果上面就常常發現呢 那個小廠的這一段裡面啊 通常比較不會有食物殘留 那主要的原因是 目前看來的話 就是大部分那個小廠裡面的食物的分解跟吸收 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一段裡面大部分都解決掉了 那所以回廠通常就是只是做剩餘的 所以有人講說我們小廠其實可能也不用到那麼長 所以回廠這一段的話 目前可以把它當成是備用的一段 然後只是說有多的一些檔能就是 比較不會有一些檔位 那所以整個三段當中呢 最主要的是在控廠跟回廠 那十二指腸這個地方呢 卻很重要 如果你去看那個人體的那個讀 比如消化系統那個讀的話 在十二指腸這個地方呢 它還要搭配兩個這個內臟 一個就是剛剛所提到的胰臟 胰臟的話它的消化液呢 會在這個地方注入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就是那個消化系統最大的分泌線 然後它呢也會在這個地方注入感知 好 所以這兩個不是在消化道上面的消化器官 然後就是肝然後跟疑 然後呢 一個呢產生膽子 一個產生疑義 然後他們兩個那個注入的那個地方 就是在十二指腸這邊 所以當食物從那個胃推過來的時候 那第一時間就會開始跟膽子疑義 然後做接觸 然後混合 所以等到進入小廠之後呢 小廠自己本身也會分泌長疑 然後可是在整個小廠當中 其實主要負責分解的是這個角色 疑的角色很重要 所以我們到消化線這個地方再來看 所以小廠內的話 基本上它的消化疑會比較複雜一點 不是跟它自己有關的這個分解 還有其他的這個消化器官一起的合作 好 OK 那小廠很重要 可是它真正重要的部分都在化學性消化 所以我們到那個酵素那個地方再來談 可是接下來是構造的問題 因為小廠一般這個我們所看到的 大部分的食物呢會在這個地方完成分解作用 然後呢還要再解決那個吸收的問題 那小廠為了解決這個分解跟吸收的問題呢 第一個這個剛才已經提到了 它混了 它結合了很多的這個消化液 然後在這個地方的作用 好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在吸收這個部分呢 為了要去提高那個吸收的效率 所以小廠總共做了三級 好 這個表面積的增加的習慣 那第一個呢 就是環狀重大 好 就是它表面積 要如何在有限的管道 你說小廠就算幾公尺 幾公尺的話 如果只是一個平滑的環子 其實表面積還是無限 好 所以它就在這個環狀的架構當中呢 形成一些皺褶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多增加一些表面積 不過這個增加的幅度其實也無限 好 所以接下來呢 它在這些內表面 就是管壁內側這個地方呢 在形成的是頭狀的絨毛 然後絨毛的話 它是由單層的上底細胞 絨毛上底細胞是形成的 然後這底下呢 就是循環器 那這個地方是有一層細胞的透度 所以循環系統是為了在吸收之後 那要把它送出去 所以絨毛的架構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可是這樣的架構啊 就是絨毛這樣的架構 原則上呢 你要到顯微鏡這個層級 才能夠比較看得清楚它的組成 肉眼的話呢 大概就是只是看到那個 一個小小的粉末狀 顆粒狀的構造 看好 所以那個 這個瓷有沒有 傳承 噢 粉腸 粉腸 那個 裡面那個有沒有 粉腸的那個部分 那個其實就是 話說問題就往教育去吃一下 然後 好 那所以粉腸其實它就是小腸 那那個裡面粉的部分基本上就是 那個絨毛 所以你看那個絨毛 對著密密麻麻 然後這樣裹上一層粉一樣 但是這樣還不夠 接下來呢 它再去把每一個 好 肉毛上皮細胞呢 再改造 肉毛上皮細胞大致上是一個 長柱形的細胞 然後呢 這邊如果是長腔 這邊是長腔 然後它就在這個 面對長腔的最面的細胞膜上面 在形成這個細胞膜的這個 頭狀的固形 好 那所以 這是上皮細胞 然後這一面的細胞膜 是面對長腔或長腔 好 那所以 這種構造呢 有兩種說詞 如果你是看一個一個的話 它叫做 維絨毛 所以維絨毛 是細胞膜上面的變質 好 然後絨毛呢 絨毛是用多個細胞 還出來的一個突起物 好 它裡面呢 搭配著循環系統 好 這個地方就是 消化系統跟循環系統 好 這個合作關係的這個關鍵 好 就是長腔的主要的關鍵的位置 好 所以經過這三道手續之後呢 它的表面其實一般有很多的形容方式 什麼一個籃球場 一個大的操場之類的 好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 增加的幅度來說的話 應該還蠻夠用的 那另外補一個名詞 因為上皮細胞在面對長腔的這面 就有很多這種回容方式 好 所以要的把這個地方 好 把這種地方 好 叫做刷狀圍 OK 你把它在平面來看的話 就真的有點想刷 好 所以就把這個刷狀圍 好 所以這個是在它構造上面的特色 好 那消化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再來看了 接下來最後的一段呢 就是那個大腔 好 對這個要先講一下 然後可是問題是 食物理論上在位呢 要處理成十米 好 而且通常會去強調那個 重狀十米 以這個狀態交給小腸去處理的話 那個分解的效率會比較好 好 那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那個食物就要在胃停留下一個大量的時間 然後這時候呢 才能夠再從那個胃移到小腸這邊 好 所以呢 要延遲那個胃的食物進入小腸的時間 胃的鏡頭這個地方 然後接十二次腸這裡呢 還有一個重要的關卡 就是會有發達的環狀平滑肌 那這個地方就是 有滿 對不對 然後那個 那個食道 延遲那個食物進入的那個地方 就是分滿 好 那等到小腸要接大腸的時候 這邊呢 如果用正常的版本 我們看一下其他動物有一張圖 就會知道為什麼他叫做褪花的 二百三思葉這個地方 小腸接大腸呢 這邊原本應該像是一個蹄子入口 至少草食性動物是這個樣子 那肉食性動物呢 在這個地方 就有一些不一樣 好 這邊呢 如果是小腸的蹄腸 那麼 接上大腸之後 接上大腸之後呢 大腸本身也分三段 第一段呢 就是這樣子 食物過來之後呢 可以進入這個地方 好 如果他是草食動物的話 那可能會有很多纖維素 所以呢 就可以進到這個地方來 好 然後 請很久的時間 去做發酵這個動作 那因為他是死巷 所以我們就把大腸的第一段 叫做 防腸 好 那所以 進去他要再出來 你看喔 好 所以空著的時候可以塞食物進去 那滿了 發酵了到一定程度之後 就可以再推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第二段呢 第二段呢 是一個摸字心 或者是倒音字心 小腸那邊就不管了 齁 所以就倒過來 這段 好 我現在畫的線條比較平順 然後 實際上呢 他會有一點那個 像那個 打繩結 打很多個 一直重複下去 好 所以這段呢 就腸之為 結腸 好 那 就是你在那個 吃乳味的時候 有時候如果在那邊 剪掉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一條腸子 乖乖的 然後上面有一個 我們看珠心的時候 順便買個大腸來玩一玩它 然後 所以 大腸第一段盲腸 然後第二段是結腸 那結腸之後 已經準備要結束 那結束的地方呢 要銜接肛門 所以這個打印就這樣 S型的轉彎 好 所以這一段轉職之後 就是吃腸 好 那結腸還可以分那個什麼三 這麼段下 這樣斷那個橫奏的那個 好 分三段 那個小細節就不看了 如果你有聽到這些名詞 那只是在形容 它轉到哪裡去 好 然後 所以這個地方 為什麼稱它為退化 你看那個 兩海三實驗那個地方 胃雄跟那個藍 對不對 草石跟肉石 顏色比較深的那一段 你看那個胃雄有沒有 那真的不是一個螺旋的那個 齁 那個就是它的浪長 那很多草石動物的浪長 可以到1到2公尺 主要的長度 齁 所以以這個長度來說的話 應該可以塞不少食物 對不對 然後所以如果有一些 纖維素的食物的話 塞進來在這地方 利用維生物來幫忙發酵 齁 所以草石動物其實它 對於纖維素的分解能力 主要也是維生物 讓我們貢獻的 那它的好處是說 因為它提供比較多的這個空間 所以這些維生物呢 相對來講就會比我們豐富 所以利用這些維生物呢 來幫忙分解纖維素 對啊 所以它對於 掃食性動物對分解 對纖維素的分解能力 比我們好 其實 中規來講還是那個 維生物幫助 那我們就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的盲腸呢 你看那個 左邊那個 對應到那個藍 藍的話 跟我們一樣 就是那個盲腸呢 只剩下退化 退化來留下一個小空間 就是這邊呢 原本應該有的長度幾乎都不在了 所以盲腸剩下什麼呢 你回到那個 比較真實的那個 就是前面那一頁的話 這邊有一個 盲腸的剖面有沒有 它有一點像是 我現在呢 回腸過來 然後這個地方呢 地板就陷下去 好 所以原來的長度已經不佔了 好 地板陷下去之後呢 又留下一個小小的痕跡 好 好 而且我們的盲腸 只剩下那麼一點點 好 所以功能上 大概已經 沒什麼特別 可以提出來了 好 但是就是還在 好 就只剩下這一小節 那那個退化的痕跡呢 我們就稱為 照顧藍環 OK 那待會 因為它的 環子比較狹窄 所以萬一不小心 阻塞 然後造成發炎的話 那個就是藍環 所以真的 比較容易造成發炎 是這一段 這地方只是地板陷下去而已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這樣子 好 那就是我們 所以 如果你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我們不會 不會是草食 生物 對不對 就是 比較可能的話 包括像牙齒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比較會配這樣雜食 好 所以 這是大腸的處理方式 然後接下來 剛好219頁下面的這張圖 你仔細看那個小腸那個地方 那因為 小腸喔 7公尺的長度 這絕對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講的 如果你現在腸道裡面有失誤的話 然後你又在劇烈運動 所以你去想像一下 然後那個腸子呢 塞滿著東西 然後一直在切切切切切切 對 運動前跟運動後 那個腸子是離位 對不對 那你睡覺之後躺下來 然後腸子就塌了 然後一起床的那一瞬間 基本上又擠出一堆 可以想想嗎 所以 腸子還是需要稍微固定一下 比較好 齁 然後固定腸子的構造嗎 這個增加到豬肉 它上面才有機會看得到 就是它會把 所以你腸子不管怎麼繞怎麼繞 反正呢 我們就算從你的表面這個地方呢 拉出一層薄膜 然後這層薄膜呢 全部收到同一個地方去 好 所以然後假設這個地方呢 是固定點 然後所以所有腸子呢 不管離在哪裡 反正呢 你跟我的距離 好 大致上都差不多 所以長子上怎麼動 一定會移動 好 那可是不管你再怎麼移 至少跟我這個地方的距離 是差不多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以前講的 長、細、結地組織 那也是很長的時候 通常這尾已經被剪掉了 所以就只剩下這樣子 沒有 等一下嘛 這個 大概這個 通常可能有沒有一個 很怪怪的薄薄的回去 一條 他做事情在剪掉 所以你要看完什麼 就是要去看那個 這個 啊! 啊這個是什麼 對啊 啊這個agsaw是 再打被小意思 暫時裝擋 蛤,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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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腸 肩大腸這個地方 它也會有需要延遲食物進來的時間 那這其實通常到這邊已經是食物殘渣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構造 叫做 微盲蒜 這個地方也有發達的擴躍期 那另外最後 最後在這裡 等到那個食物的殘渣要排除人體的時候 又不是隨時 像鳥類的話 基本上就放得很乾脆 我們的話是累積到一段的時間 在一起排除 那所以排椅這個管制呢 主要是靠誰 主要是靠鋼門 所以鋼門口這個地方 也有發達的擴躍期 所以你看整個消化道當中 從關門幽門 然後回防範 然後一直到鋼門 這幾個地方呢 每一段在銜接的地方 都有那個發達的環狀平滑期 來做為那個食物 或者是食物殘渣 配動的一個管制 好 所以 這邊就是整個消化道的部分 切上 接下來消化線 開箱 熬出40度 正 Pelag 正在ình Aer 好 接下來消化線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先從消化道來講 消化道是讓食物通過 然後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我們要去處理食物 好 所以消化線呢 配合這個消化道我們在特定的地方 可以逐步的把一些食物開始分解 所以第一個我們從口腔開始 口腔這個地方它有一個額外配合的線題 就是 拓線 拓線的概念有很多的資料都寫說 它不算是口腔的一部分 就是它是一個獨立的構造 那它的分泌的消化液會進入到口腔裡面去作用 OK好 那這個跟什麼來比呢 拿胃來說好了 胃本身的胃壁 然後它就有胃腺 所以胃腺是屬於胃的一部分 OK好 所以 口腔當中跟配合的這個消化線是拓線 那拓線呢原則上不屬於這個口腔 可是胃腺就是 所以胃裡面呢 它自己本身已經包含了胃腺 然後它分泌胃液 然後直接進入它自己的空間去作用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也是有相同的這個現象呢 就是小腸這個地方 小腸呢配合的有 還有乙 肝還有乙 這兩個消化器官 對不對 那就很明顯 因為肝跟乙都不在這個管道上 它們是獨立的器官 所以它們的分泌物呢 就藉由小腸這個空間 來發揮它們應有的功能 然後胃跟食道這邊呢 就沒有任何的消化線體 所以這樣一路下來的話 第一個會有貢獻那個消化液的就是從頭腔 那煙的話是在擠壓食物 讓它趕快進入食道 然後食物通過食道是為了趕快 通過熊牆然後進入到胃 然後胃自己本身帶有消化線 對不對 好 小腸自己本身呢 小腸自己本身沒有真正的消化線 小腸雖然它也會產生分泌物 可是小腸這個地方有一個 比較奇特的做法 所以它自己分泌的東西沒有消化酵素 所以小腸裡面 就是這個管子內真正有在貢獻消化酵素 它其實只有磁漲 然後小腸的消化酵素 它有消化酵素不是分泌出去用 它放在那個它自己的表面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要不要讓一點點解釋一下 然後到個大腸呢 大腸一樣它也沒有消化線 所以食物在大腸這個地方呢 大腸也不去貢獻分解這件事情 它就是呢 把那個最後的那個食物到這個地方 剩餘的殘渣 然後看看還有沒有核尿的水分 這些礦物質 然後呢 提供一個相對還有一些空間 然後那個腸道的共生菌 然後可以發揮一點那個分解 然後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細菌分解的時候 所有價值的這些相過酵素 這樣OK齁 好 所以消化線的話大概就這些 所以我們先從那個要把220頁這個地方 先看拓線 拓線的話呢 總共有三對 然後分別是 嗯 好 弱正显刀裡面呢 塞這個地方 也就是220系列這個圖,有麻藏耳下線,有麻藏耳下線 就在這個,臉頰這個地方裡面 那,它的位置,它的出口其實很單純 就是你嘴巴上開體路上就看得到 可是它出口比較細一點,然後跟那個嘴巴裡面那個地方 那個牆壁面,留一點比較切齊 所以你要稍微找一下,因為出口不是很寬敞 然後按帶一般來講臉頰擦乾 你把口水拖進去,拿一個搭乾的棉毛棒 然後把那個地方稍微擦乾淨 然後第一時間會看到那個有水勝出的那個基本上就是 好,然後第二個呢,就是在那個 你就要稍微花一點,就是把那個這邊 臉頰這邊的肉跟牙齒那邊把它撐開 有去看過牙齒嗎? 然後那個牙醫不是,不是 因為你牙齒,嘴巴只要被刻意撐大 它的口水不是拼命的地方,對不對 對,所以它不是有一個那個蜥蜴的那個,通常會勾在那裡 不是勾在那個附近,但是這樣不懂嗎? 好,所以就是你自己就仿照那個方式 就來點牙齒跟牙齒那個地方撐開 好,他們找一下 呃,不是很明顯,它應該也知道不知道 然後最好找的是哪裡? 你就要把那個嘴唇拉下來,然後那個舌頭往上點 對不對。舌吸在兩邊,這個出口超大很難看不到 好,那所以總共這三對 那,所以你去看這三對的設計裡面 Alright,有一個很妙的是 你看喔,因為種絕過程當中,臉部肌肉才摸動,舌頭可以摸動對不對 所以剛好的這些褐液釋出的這個出口的地方 剛好都是很容易跟食物結出的地方 對,好,好,所以這個是消化線的側子 Mit口腺這樣子搭配 那可是接下來這個消化線到底可以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就很重要了 看那個文字的地方 酷線的分泌物呢整體上大是層接近中性到弱酸這個環境 而它裡面可以真正發揮化學性消化的成分是唾液澱粉酶 然後所以呢就可以從這個名詞上知道 它處理的對象就是多糖 所以像澱粉跟乾糖就是它處理的受質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你在那個不吃東西的時候 長時間不吃東西的時候 那個嘴巴比較容易乾乾黏黏的 然後在那個食物有入口的時候 它那個時候分泌的唾液感覺比較水一點 長時間不吃東西比較容易口乾色的造成感覺 因為唾液有兩種組成 就是像你現在假設沒有受到食物的引誘的話 那個破液的成分呢 會有比較豐富的黏液 黏液蛋白 所以這時候呢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保持那個口腔的食物狀態 但是又要省一點水分 所以呢它就用這樣的比例的調配 然後呢來維持口腔的這個食物的狀態 那可是等到要那個分解食物的時候 食物進來的時候呢 那它分泌的這個黏液蛋白的比例就會比較下降 然後緊接著呢就刻意提高那個澱粉煤的含量 然後另外呢還會增加這個水分的這個比例 那水分的比例呢 反而變成是唾液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因為雖然你看它有唾液澱粉煤 然後理路上應該也可以分泌那個澱粉或乾腸這種多糖 可是你看食物在口腔才停留多久 澱粉煤 如果你讓食物在口腔停留久一點的話 大概可以處理到這個層次 只是比如說麥芽糖 這還是不錯的 那它就有可能錯了 就是相對來說的話 要出現葡萄糖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它的分解的能力呢 就算沒有它將來這個也可以取代 因為一億的移澱粉煤 那個第一個時間上比較充足 再來那個活性上會比它好 所以你就算沒有拖曳澱粉煤 看起來好像真的沒有那麼重要性 所以反倒是拖曳對於食物的另外一個層面的貢獻 比較重要就是什麼呢 你咀嚼過程當中這些大量的拖曳 可以讓這個食物比較有豐富的水分 所以到時候吞咽會比較努力 所以入滑食物這件事情 恐怕會比那個分解食物這件事情來得更重要 所以那個太乾的食物很難吞咽 OK 多咀嚼久一點 那拖曳本身的水分就可以幫忙這個吞咽比較順暢 所以你看每天你貢獻的不知道 你的口腔裡面貢獻了多少拖曳呢 就是在那個上面的數字乘搭 最多提到1.5公升欸 那所以 手邊有平址 那應該是1000就對了 這塊 8001000 應該有1000 對啊 所以你看低到1.5公升 你們現在特別有投權證 幾幾應該還蠻可觀賞的 好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控制的部分 那因為要不要分泌基本上呢 呃 是需要調節的 比如說你現在不是在咀嚼食物的時候 那分泌那麼多幹嘛對不對 好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像那個牙醫在處理牙齒的時候也是很明顯 當你那個臉頰的肌肉啊 有被撐開這個動作 所以一般正常的情況下呢 是食物入口所以你開始咀嚼 好 所以食物入口拒絕這個動作 這是刺激唾液分泌的關鍵 好 所以肌肉的活動這個刺激 然後唾液分泌 好 所以一般來講 這麼直接馬上就可以產生影響的 這個都是神經系統在主導 所以 唾液的分泌呢 主導權主要是在神經系統 好 那分泌系統在這個地方呢 比較看不到它作用的影子 好 那可是 那個食物入口是可以分泌唾 好 這我們可以可以理解 那可是你看 有時候呢 食物沒入口你還是在分泌唾的 好 可是比如說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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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想到它是酸的 基本上呢 脫液就開始分泌 好 所以 那你看到 聞到想到 食物的時候是 它可能就變成是一個刺激來源 OK啊 那如果你現在是真的是 比如說 它 旺梅詞可是一個 那如果你現在是聞到食物的香味 這個很明顯 它絕對是一個明顯的 這個明確的刺激 跟脫移分泌有關 對不對 好 那可是 那只是旺梅詞可 跟你是聞到食物的香味之間 都是隔空 好 那這當中到底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呢 其實那個 這個 歐梅詞可的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於 有一個很有名的實驗 你可能有聽過 就是巴伯洛夫曾經對一隻狗 作為這樣的一個實驗 就是呢 每天呢 時間到的時候呢 就把那個狗的食物送上來給它吃 那當然 就觀察它 這個咀嚼食物的過程 就在咀嚼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看到那個 唾液的分泌情形 好 然後呢 它就先讓它 這個生活很規律 每天時間到的時候呢 這個食物就送上來 讓它吃這樣子 然後觀察它 唾液確定有分泌 好 等它這個作息呢 走入規律性之後呢 接下來 每次食物收買的時候 它再多加一個實驗 就在旁邊開始咬領 好 所以狗就一邊吃 一邊咬領 然後後來呢 再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就每天時間到 然後就買一個空 然後你在旁邊咬領 然後 然後回來 是不是分泌脫液 這樣 所以咀嚼這件事情 跟分泌脫液應該完全無關吧 你看它梅子 梅子這顆東西 應該跟脫液分泌是無關嘛 對不對 所以 那個 你只是因為那種聯想 這是一種那個 調節反射 就是 鈴聲本來跟脫液分泌完全是無關 看到梅子本身 是跟脫液分泌應該是無關 對不對 可是後來呢 因為這樣的連結的關係 欸 鈴聲可以刺激脫液分泌 但看到梅子也可以引起脫液分泌 好 這是調節反射 在行為學上面 一個非常有趣的這個現象 但是 因為你們通常就 對這種技術反倒大 大家記得那個 升級二十那個 幼稚園到小學的時候 就是黑板上 都會寫上你的名字 然後改頭掛增字 然後打型號 然後畫圈圈 然後幾點卡 有沒有這樣 那你就會 喔 心裡好 好滿足 然後非常用通認書 寫字線的好漂亮 這個是同樣的操作技巧 行為改變技術 所以你們就一路被換到大了 好 OK 那破建在這邊 所以接下來跳過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不貢獻 化學性消化的這個部分 這是只有推動食物的前進 所以下一個呢 值得談的就是胃腺 胃壁本身就含有胃腺 而胃呢 基本上已經開始處理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概熔燈最難處理的食物應該是怎樣 因為我們發現 只要你的 只要你吃的食物比較偏重是肉 通常它在胃停留的時間 就會比較久 好 像糖類 譬如說你吃那個稀飯 麵 然後或者是比較油膩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 它在胃停留的時間 相對都比肉 停留的時間大概再短 好 那當然 主要兩個問題是 第一個 它被賦予的調色是 它要去幫忙處理蛋白質 好 那再來問題是 蛋白質基本上 如果你它有印象的話 你看蛋白質的化學結構 可以分四級 對不對 一二三四 最簡單的呢 一級是線級 你看 好 所以對外南歸蛋白美來說的話呢 它想要去分解蛋白質的前提 是不是得先把那個 三級或四級先拆開 也不管它拆成一條線 你怎麼去減 好 所以對外來說的話呢 時間夠 它就把那個線先解開 就是 就是那個蛋白質的顆粒 然後立體的結構 三級到四級先解開 然後解成一條線 好 那時間夠 OK 加減先減個幾道 那它不是一個一個減的 它是一段一段的減 OK嗎 那這個時間裡面 如果停留的時間越久 那它減的就比較細 OK 那一般來說的話 那我為這個層級 除非是那種 真的是分子量很短的那種蛋白質 要不然的話 要出現胺基酸 相對機率性比較偏低 OK好 那接下來問題麻煩的是 這個酵素它被設計在 需要支部條件 好 所以呢 這時候胃自己要解決一個問題 它提供酸 而且它這個酸是腔酸 好 所以胃腺呢 基本上就是 有一群細胞 叫豬細胞 負責分泌胃蛋白 然後還要有一些細胞 就是B細胞 B細胞 B細胞可以分泌一點酸 這是要問題來的 這些酸是強酸 空腹的時候 胃裡面的酸 有機會比PH值二排 甚至於接近PH值一 所以如果你用非公化學料品的話 你應該也知道 到這麼低的PH值 其實是有一點可能 好 那今天胃腺如果分泌這樣的強酸 然後一出去之後呢 誰倒雷 就是胃B細胞就能倒雷 好所以為了解決這個酸 所以還要再額外增加一些保護的成分 就是黏液蛋白 所以還要再分配一些細胞 去分泌黏液蛋白 那分泌黏液蛋白的這些細胞呢 它就直接設計放在哪裡 放在胃腺靠近出口的地方 這樣很得理喔 好所以由這些 那個黏液性的頸細胞 就是胃腺出口處的這些細胞 先分泌黏液 黏液出去之後呢 就蓋在這個胃的表面 就形成防護層 所以後來等到酸在分泌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延緩 那個酸侵蝕胃B細胞的時間 只是延緩那個時間 所以你會發現當你空腹太久 然後又受到食物的強烈引誘 然後一陣子之後就會覺得胃不舒服 那其實就是黏 有在消耗掉 所以這只是一個消耗黏 但不是絕對安全的 那現在人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種怎麼壓力太大 作息於回律啊 然後吃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等等 這個其實也會讓那個胃疊磨成 基本上它的功能不是很好 然後接下來更麻煩 這一些呢 都是胃腺會分泌出去的 然後胃腺自己呢 還要再駕馭的東西 它會產生激素 胃產生的激素呢 叫胃密素 你從名稱上就看得出來 噢 四肌胃分泌的激素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胃它不止 這些會釋放出去在胃腔裡面 跟食物發揮作用的 這個角色突顯出它是外分泌線 然後可是它自己又產生激素 然後所以它又是內分泌線 雙重角色 雖然這個激素最後回過頭來 還是會作用在它自己身上 但是這是一個比較奇特的情形 這是一個器官 同時間去內分泌跟外分泌的功能 那差別在於上面這些胃蛋白的 鹽酸跟黏液蛋白 它是透過胃腺釋放出去的 就進入到胃腔 那可是這個呢 G細胞 G細胞主要是分布在靠近 靠近胃底部那個地方 比較靠近油門這個地方 就胃的底下地板那個附近 然後它分泌出去之後 它必須先進入血液 然後循環 然後體循環回到右心腦 然後接下來去肺循環那邊倒一圈回來 然後接下來呢 在下一次的體循環之後 主動賣出來 然後留一條動脈的供應胃腸的協議 然後這個時候才會再接觸胃命的細胞 所以這個激素它不是說 它在胃的底部分泌 然後緊接著胃的這個細胞就感受到胃 那它是要尋正常的激素的訊號傳統 只是等到那個腺液再造胃圈回來的時候 那個胃病的細胞才會感受到 所以它的調節會有一點延遲 但這個是它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同時兼具內分泌跟白分泌的功能 好 那所以呢 經過這樣子 酸附帶還有一個好處 它不只可以提供胃蛋白鎖化 所以胃蛋白鎖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你現在是要強調說 胃液最初分泌的胃蛋白鎖 請要記得要加一個字 每一元 因為胃蛋白鎖最初剛被釋放 就是分泌出來的時候 它是不活化的 這個酵素是不能工作的 所以必須要等到胃酸大量分泌 胃酸跟食物充分混合 然後等到食物呢 整體性pH酸明顯降下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 胃蛋白鎂圓才真正變成胃蛋白鎂圓 然後這時候才開始吹化蛋白質的分別 所以這個酵素的工作是要有條件的 就是酸 那既然酸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需要去跟食物混合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乾脆利用這個酸 順便幫食物做一下殺菌 對不對 那因為它的酸也夠強強酸 所以呢 可以幫那個食物的顆粒 稍微做一點複蝕的效果 它這個顆粒呢 還有機會載進一部小顆粒瓦 你知道彌補誰的不足 彌補當初口腔有點難度 就是拒絕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盡德 所以大概只剩下這個工具 可以幫得上來 所以第一個 會被處理的食物呢 是多糖 但是因為其實這處理的效率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真正第一個開始比較認真處理的成分呢 其實是蛋白鎂 反正順序上還是這樣 多糖的食物先 然後吃錯是蛋白鎂 好 所以下禮拜解決小餐